我們這邊問一下聖梅 所以有一個名醫 跟女研究生亂搞 還動不動就威脅利用對方 我接下來要講 這個是鬼故事 為什麼說是鬼故事呢 來說這個女研究生 她叫小沛 她在念碩士的時候 去陰森工作 就到了一個公立醫院 然後她就到這個公立醫院 成為一個名醫的助理 她想說就跟著這個名醫學習 那這個名醫非常有名 前面我們提到江醫師 就是他們都是一個人設非常高的 因為專業知識非常權威 然後經常有些學術報告 所以社會各界對這個名醫 其實是都有印象的 然後這個名醫 也有一定的年紀了 這個小沛一開始也搞不清楚 這個名醫本身是離婚了 還是沒結婚 因為很多醫生 都不會告訴你她的婚姻狀況 然後這個名醫 因為很權威 因為一副是這個研究生的 老師的概念 就一直照顧這個小沛 照顧照顧 就照顧到床上去 因為她就開始追她 跟前面的故事其實很像 就是你不用做那麼 這麼出眾的工作 你只要幫我寫寫報告 或接接電話之類的 然後對這個小沛來說 她又像老師 又像爸爸 又很有權威 她又在追她 所以兩人真的就在一起 可是在一起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小沛就發現說 其實這個名醫 根本就是有老婆 有老婆又有小孩 那你不就騙我嗎 而且我不想當小三 所以這個女生其實是 有抗拒的 就跟這個名醫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 再維持這樣的關係 可是這個醫生就想說 你跟著我很有前途 第一 你想要考一個EMBA 就是你想要再唸書 我可以推薦你 因為她有權有勢 她又是名人 我可以推薦你 接下來我會開一個生技公司 你就是這個生技公司的老闆娘 所以對於這個小沛來說 她就變得也沒辦法離開她 但是他們兩個的關係就很妙 大家不要覺得醫生都很大方 醫生其實有些很小氣 為什麼呢 他們每一次去開房間 都是去做一個什麼 學術研討會 例如到花蓮 台東 或哪裡哪裡 學術研討會不是都會有時候 就在大飯店 食宿招待 對 明醫就會把這研究生帶去說 跟著我去 然後一個房間 你就知道了 就變成她的床辦 吃飯對不對 也是廠商 或者是這個明醫的學生 要請吃飯 然後一定是很豪華的晚餐 或什麼的 她也一定帶小沛去 但是各位 小沛才幾歲 才二十幾歲 人家花樣年華 為什麼一定要跟這樣的人 在一起 所以慢慢這個小沛 就不想跟這個明醫在一起 而且是這個小沛 後來有了男朋友了 有男朋友之後 她又覺得 那我們就 這個關係就斷了吧 就變得有跟她落即落離 結果這個醫生 就想挽回這個小沛 因為她覺得這個女生 又是我的助理 又是我的床辦 解決我很多生理需求 就是這個醫生很自私 就不讓她走 不讓她走 就一直騷擾她 意思就是說 還跟她講說 我跟你講 除了有靈異體制之外 我還有一堆兄弟 不是好兄弟 是兄弟 要不然就是三不五時 傳LINE 告訴這女生就說 傳一個魔杖 意思就是說 妳就是被這個妖魔鬼怪 就是妳知道 侵入妳的身體了 妳卡到陰了 然後這個醫生更怪 因為小沛不再願意 跟這個醫生發生關係 不想跟她去開房間 結果醫生就說 不跟我上床試吧 來 手機拿來 又把她手機搶關 她說妳現在開始 給我超心經 超三百遍 那妳的這個手機 要改成那個 觀世音菩薩的這個桌面 是怎樣 你看 真的有這個醫生 不是我邊的故意 她是有心的老男人 不是 她就是 妳可以想像 她一定是有 很高的射精地位 而這個女生只有二十出頭 所以她是要用各種方式 把她前置 然後妳就要變成我的 我身邊的 我愛怎樣 對 然後我就不讓妳走 最後一次小沛受不了 是因為過年 回家吃年夜飯的那個 要吃年夜飯的那個晚上 這個名醫 竟然打電話給小沛說 妳趕快下來 妳趕快下來 我在妳家樓下 妳家吃年夜飯 妳在我家樓下 她說妳快點下來 快點 我跟你說 我帶老師來了 這個法師很厲害 可以幫妳驅魔 我說的是真的 我不是編的 妳覺得小沛受得了嗎 她就覺得妳 妳真的瘋了 然後她不下去 她已經帶老師來了對不對 然後這個名醫還 妳知道 就是 就不肯走 她還傳了那個 電話給小沛 那上面是一個 行天公抽籤的下下籤 意思是說妳出去 就非死即傷了 什麼... 就講得很難 大過年跟人家詛咒 對 妳說她可不可惡 好 小沛就不願意去 除夕夜她就走了 她走了 可是大年初一 小沛的爸爸媽媽 接到這個醫生 打電話來家裡面 我... 那個誰... 我是小沛的那個醫生 就是我是她老闆 就開始講說 妳們要管管小沛 妳們有沒有發現 小沛最近交壞朋友了 她這樣子不太好 她就大年初一 妳不是去拜年 妳是去跟她的爸爸媽媽 講說她交壞朋友 什麼... 最後小沛實在受不了 這件事情就壓垮了小沛 為什麼 因為她從頭到尾 都沒有告訴她的爸媽 她跟這個醫生 有不倫的關係 醫生當然也不敢講 只是講說 妳交壞朋友什麼... 她覺得妳親門踏戶到我家 我受不了了 那最後怎麼辦 因為現在雖然沒有童間罪 可是有侵害配偶權 她很怕被對方的老婆告 那但是她又甩不掉 這個醫生怎麼辦呢 怎麼辦 她只好去跟媒體講 對 然後所以媒體上有一張 有他們的LINE 有那個醫生一直傳訊息給她 有一張照片 是跟那個醫生 那各位會覺得說 這麼形象 這麼好的醫生 最後那個記者要問她 妳到底有沒有 妳知道醫生說什麼嗎 我從頭到尾都把她當 都把她當我的學生 老師怎麼可能跟學生 我是為她好 她真的交壞朋友了 所以我只是關心她 那至於為什麼 她就沒解釋了 好可惜喔 我跟你講 下一個主題就是我了 我讓男人聽我的話 來 應君老師 什麼手邊這樣的女人 有讓男人聽話的本事 對啊 人家說現在 以前大家都說 你要管住這個男人 就要先管住她的胃 對不對 對 你想現在外面餐廳 好吃的一大堆 管胃有效嗎 好 那再來就是 要管住她的錢 讓她沒錢 她就沒責 所以問題是 她很聰明 現在的人很聰明 你管她的錢 我跟你講 她的薪水都分好幾份 紅利都不會給你的 所以是沒有用的 那再來一種就是說 要不然就管住她的人 管人有什麼用 你也管人 如果說你不管人 你不緊迫釘人 還沒事 你一緊迫釘人 我跟你講 她人就跑了 所以就是只有一個 叫做離婚收場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能夠讓男人聽話 有本事的女人的面相 就是能夠植入心門 植入誰的心門 植入男人的心門 善於溝通 會很會溝通的人 她就眼神一定要足 眼神一定要足 眼神不能亂飄 亂飄就是 因為其實這個眼睛水汪汪 是有一點點的桃花 那如果說你的桃花 眼睛就亂飄 這種男人絕對不會喜歡你 那因為這樣子 他就是眼睛水汪汪 但是他眼神很足 所以看起來他就是 能夠怎麼講 看起來就是一個 很大方的人 也很聰明的人 所以男生就會很喜歡你 那就你要進入男神 男人的那個心中 如果說你要抓住一個男人 漂亮 就是你聰明的女生 要抓住一個男人 你就是要抓住他的心 因為他的心如果說在這裡的話 你根本不用他什麼 他每的都 你講的每一句話 就是聽得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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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他一定會聽你的話 所以說你不用心想說 我要如何你來 讓你來聽我的話 你只要抓住他的心 所以像這樣子的女人 他通常就能夠抓住男人的心 他在感情中 就知道如何的駕馭男人 還有能夠知道如何的 以退為進 所以這種女人真的是很厲害 再來我們看看第二種 就是感情比較順暢 應酬帷幄的 鼻樑端正鼻子高挺 像這種女人 她其實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女人 又有魅力 又有美麗 又有睿智 又有機靈 又有體貼 像這種女生 她在工作上面其實都很能幹 因為像這種都是在 因為鼻子除了主呼吸 女生是主呼吸以外 她還主財心 所以她在工作上 其實是很厲害的 但是她在工作上 在人際上 她一定是不卑不亢 不會說因為你很厲害 就好像你要 每個男生跟你講話 你都覺得她不得了的 她好像很厲害 那這樣子的男生 其實是每個都跑的 男生絕對不喜歡 那個太厲害 女強人她絕對是不喜歡的 這種她雖然感覺是女強人 但是她在很多地方 是不卑不亢的 在男人面前 有時候說看穿 她就不說穿 有時候 該裝傻的時候她就裝傻 該聰明的時候 她就會偶爾的點一點 就會讓男人知道說 我並不傻 但是如果在該裝傻的時候 真的 我就不懂 所以說男人會覺得 這樣的女生 她真的是喜歡的 因為她可以餵妳 因為她會覺得 妳沒有那麼的聰明 但是妳也不是那麼笨 所以她就會 喜歡她的時候 她真的就會聽她的話 所以說她就有本事 讓男人來聽話 再來一種就是 開朗 清和 以言 誠懇 這種就是 唇紅 齒白 下巴 寬厚 像這種女生來講的話 她其實是 親和性很好 她對男生來講的話 她其實是 不管她如何如何的 很會講話 怎麼樣都好 但是她在男人的面前 她心愛男人面前 她絕對是 當男人的好聽眾 就是妳做什麼事情 妳說什麼事情 她就一定會去聽 她會讓男人覺得 她是尊重妳的 她是愛妳的 甚至於她是支持妳的 所以這樣子的男人 她絕對是 跑不出她的手掌心 所以說她一定 妳說什麼 拜託啦 這個垃圾給我倒一下 她一定去倒 因為我今天 可能去倒垃圾 我穿這樣子 或是我這種 這樣的地位 我去倒垃圾是不好看的 所以說男生一定會去幫她倒 任何事情 我怕妳想吃一項東西 那我不好意思出去買 男生一定會幫她去買 這就一定讓她很痛 像這種女生 都是有能力 讓男生來聽她的話 所以大家做參考